大家好,我是小薇 今天我来古楼夜市 开封最著名的夜市 国族臭豆腐 证明这个豆腐特别臭啊 两份都要五香了是吧 前面还有几份啊 前面有 现在一样现在就可以啊 那你给我要一份吧 一份十块两份十五啊 要一份吧 一份好 给我一份传统五香的要小份 好,五块 你们这个是臭豆腐的酱吗 对 给过了 好,五块 这一份几个呀 十二块 嗯 这凉小一大出来后边多吗 凉小一大出来后边多吗 凉小一大出来后面一小吧 好 咱这个东西是串通了丑豆腐 然后那有盖量了是吧 哦 这是个酱酱的 酱酱的 嗯 跟那个烫炸的不一样 它还是碗糖的嘛 哦 咱这个是二十多 打料前小火焯 然后再炸 然后再澳粉的酱料 然后咱这个豆腐都是由那种 串通瓜董发酵的 自然烫酱的 哦 按着豆腐吃不够 像他们那种 一串饭老店那种嘛 还挂点香 另外呢 那个烫酱的没多 还有水果 哦 哎 你这一大碗吃两碗的 老炭酸辣了吧 这个还比较 老炭酸辣 老炭酸辣 都可以你弄吧 啥到中 你平常喜欢吃酸彩面 可以可以 老炭酸辣 这老炭酸菜的这个是吧 对 老炭酸辣哈 我先去吧 这鹏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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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鹏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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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鹏子 鹏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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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锅路锅不要错锅 一份十块两份十五 国族吃豆腐来了解国族 品尝国族吃豆腐 酱酱型的吃豆腐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吃豆腐 我要的是一份脑海酸菜 再来尝一下 这个特别的辣 这个特别适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 口味比较重 而且特别的辣 酱料特别的